中国乒乓球队的男子现在应该说好帅是中生代 许欣是年轻的新生代选手 这个比赛也会非常有看点 我们看到女单半决赛刘诗文对沈彦飞 刘诗文可以说在女子世界杯曾经获得了单打冠军之后 在莫斯科士兵赛当中 他因为输掉了这个女团在团体当中丢掉了两分 大概是两分 所以刘诗文一直处于一个比较困难的阶段 他没有像丁宁那样能够触底板盘 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把自己调到最好的状态 但是我们相信一个新的奥运周期 刘诗文也会有一个新的面貌 新的感悟来对待每一场比赛 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在观看比赛的同时参与短信互动 全国手机用户均可发送1-106699998参与 全场将有五名新运观众获得精品运动装备 只是到rian安平的欧包 所以我们去看看能够探亲 这样顾丝都兼顾了 刘诗文 卢诗文 Heinrich 向 在某些比赛 输出也是很正的 对于刘世文来讲 中国公开赛 在苏州的这次比赛 可以说作为刘世文 真的是一个新的起点 因为伦敦奥运会非常遗憾 刘世文作为PK 但PK畢竟是PK 畢竟是T5 几乎没有太多的可能 去直接参与 在场上来打奥运会的比赛 所以刘世文可以说与伦敦奥运会擦肩而过 应该讲对刘世文 今天的比赛是新周期的第一次的正式比赛 对 另外刘世文他的难度在于哪呢 其实他本来已经暴达了一个很高的高度了 但是现在还要和很多甚至比他更年轻的选手 开始重新重零来竞争 没错 那么在这四年里可能会有很多的变化 也可能会有更新的面孔出现在2016年的奥运会比赛当中 你像这次比赛参赛的像陈梦 朱以玲都是属于比较年轻的 他们都在17岁 18岁这么一个年龄段 对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一局 我们昨天给大家介绍了沈彦飞呢 他是正手正交 反手反交 正手呢 他是集聚了这个快攻打法的一些独特的风格 就是动作小 前臂收缩快 力量不大 但速度 打过一球有些下沉 比较贼 连续性比较强 他占到两个比较有力的 一个是正交 这种打法比较少 还有他又占到是个左手 所以说从我们对手来讲就是觉得比较变怒 一 二 三 四 三 四 三 三 四 三 三 四 三 四 三 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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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四 四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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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四 三 四 四 从上来这2分来看游士敛 尔士仁 对他过来的球的节奏 还是有点不适应的 反手丢了一个正手 丢了一个 那么这两个运动员的技术特点 都是以速度为主 就看谁的速度更快 在这里面就是刘诗文 他是两面反胶 而沈燕飞的正手是正胶 打的可能会更快一些 我觉得这里面 就是相互之间 如何发挥自己的一些特长优势 对 我们看到沈燕飞他个子比较大 相对来说 他照顾的面积也比较大 所以说他的步伐 看起来好像不是跑得很多 主要是小碎步 小胖的移动 就能把整个台面照顾到 然后再来 这边说 放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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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刘思文把比分逐渐赶超 刘思文把比分逐渐赶超 刘思文是加力,来拉这把,来取得下面的主动 刘思文第一局是6比3领先 刘思文拉的旋转明显要和昨天李小丹比较强得多 所以说给实验位的防守造成很大的压力 沈彦菲的正手啊,他是很简洁,打得很简单 基本上他打正手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不太去制造正手的一个弧线 他就是基本上横扫手,柴得很高 所以他有点砸下去 打过去的球比较难防 好球 刘思文如果能够顶住他两板 就是说能够防他正手的连续打的这个两板球 然后自己的旋转的能加强一些 对 其实刚才我看刘思文的发球啊 不一定发的很短,发的半周台或者配合点长的 我就让你清起这板 就像我们昨天说的,正胶你能打到什么质量 给你正手拉一板 完了以后我两面撕你,我上手拉你就可以了 其实正胶啊,不怕那种 纯的正的球 就是你正好在我的手上,然后有劲儿,有力量,有旋转 这个我刚好,正上点我能拍 但是你发一些,你看相对软一点的球 那么发一点软,一软了之后呢 这个水源被他低板 他也不知道该用打或者拉 这个球正交是比较难处理的 这样10比3,刘思文先生 你看这个刘思文啊 还是对这场比赛做了一个比较充分全面的准备 对,没错 我想昨天李小丹说,他也会在看 结合自身的自身特技,怎么去应对审演会 所以从低局情况来看,我觉得战争力量非常好 特别是在发球,接发球这两个环节 你看我们看到刘思文接发球,出台全都给他拉起来 自己发球的时候配合点半出台或者长球 发到他正不处理,我主动让你挑不出质量 搓质量也搓下降 所以说给自己的下板的,不用打得太复杂 我们讲就是简单一点 好,我们来看第二局 刚才给刘思文做场外指导的是 国家女艺队的教练乔晓卫之导 乔晓卫是来自江苏 也是在国家女队也待了很多年了 没错 从91年开始,那么十几年 二十多年了 快二十年了 是一个老的自身教练 乔晓卫非常负责任 是,非常负责任 而且成为了中国女队必不可少的一个女教练 因为女教练在管理方面很多时候 她会更方便一些 我们看了,刘思文确实在 技战士法是做过认证准备的 一个是在节奏上轻重 一个是在那个落点上 是吧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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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刘思文的发球啊 还是以发半周台和长的为主 发短的不多 换了一个勾的发球 哦,这是一个转换 刚才发了长的以后 变化一下这个效果 我达到了 刚才韩日导也介绍了这个 沈彦飞呢,他的技术的确有比较突出的一些特点啊 他的动作简洁 他的动作简洁 技术简单 但是很实用 很实用 很实用 但是呢,沈彦飞这个运动员他也怕一些变化的球 这怎么要变化呢 这怎么变化呢 我想呢,让他在第一时间 不那么有位置 有一个很舒服的这种感觉来击球 让他去用一种调节 就是用第二反应和判断 需要调节的时候再去打的话 那么他的 命中率啊 他进攻的质量都会打折扣 昨天就是李小丹 就是一个节奏给你这种拍啊拍啊拍 就一直这么打 打着越打越顺 顺 其实你看刘四伯相持能力很强的 你看今天刘四伯从目前来看 不是完全靠相持跟你打 对吧 因为觉得相持 沈彦飞的球也不错 尤其是相持能的节奏啊 变化很多 所以你刚才我们看刘四伯的发球 勾的发球直接就得了两分 在其他环境 在前三半里的变化里头 他是加大这些比例 避免就是我完全靠相持来得分 你包括他这戳球 是吧看似还是有特点 他这戳球有点飘有点晃 他是顺着你的旋转戳出去的 好球漂亮 这就是沈彦飞的状态真好啊 就是沈彦飞 我们看他这个相持 这种能力确实还是有一些 不过昨天也让李小丹给放出来了 昨天他这种状态 昨天和李小丹的这种场面也很多 就说明他这个相持能力 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功夫 我们知道这个沈彦飞呢 今年获得了日本战公开赛的女子单打冠军 其中呢他连续战胜王月谷 福元爱金锦娥 是 最后夺得女单的冠军 也证明了就是他的这个技术 和今年的整个一个状态 都是非常不错的 确实是不错的 好球 这个就是在速度上 明显就像你说 明显我高于你 在反手相持 我们看我们看 这个反手的速度就非常快 你看这个场球变得非常好 其实这局里头刘斯文就我 我从我的看三分直接发球得分 嗯 我们想一想 11分内有三分直接得分 其实他发球的质量并不是 并不是太高 不是很高 但是他敢变 敢变 你变 对对方来讲就是威胁 敢发长的 哎呀这个球 我们看打成这种相处 刘斯文也最多是一半一半 就是说上风 我觉得现在目前这几 这一局来看谈不上 啊主要还是在前三板里头 得分的手段 比时间会多一点 你看这个球拉的就是有突然性啊 这个旋转也比较强 昨天要看李小丹 输恰恰输在前三板上变化太少了 是吧不像刘斯文 对 我看前三板变化很多 其实相识里头李小丹也不差 但是不能占到绝对上风 这个变化少呢 也可以看出来就是他相对保守 保守 对 没错 单一 单一 好球 好球 你看我们讲优势预言啊 开始我拉一半 到这时候我出手的时候我就要你命 刚才我们看看刘斯文这个直线拉的 角度又大啊 弧线又长 是吧 给对方 是吧 造成没法这个球来回球 让我们看起来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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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比7 这样刘斯文拿下了第二局 现在以2比0 领先于沈雁飞 那么中国冰巧球公开赛呢 从8月22日至26日在江苏的苏州市进行 苏州已经是连续四年承办中国公开赛 那么国际平年职业巡递赛的中国公开赛 是中国是有两站 一年有两站 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协会 唯一一个国家能够承办两次中国公开赛的 第一站是在上海 第二站是在苏州 那么中国公开赛这项赛事呢 也是在整个国际平年职业巡递赛 这个奖金最多参赛人数最全的一项赛事 总奖金的是33万美元 我们也知道这个中国公开赛 有很多很多优秀的选手都多次的参加这项比赛 海老师您觉得下面的比赛 沈岩飞还会有哪些新的进攻 个人感觉沈岩飞可能会加强点 还是加强点进攻的这个意识和节奏 如果他是像刚刚这个球 他还是要想把主动先上手拉 但是现在刘四伯不给他这个机会 这点有时候是让你和他自己的节奏 自己感觉比较别扭 你想控制短球的时候我发个长球 所以让他自己总感觉在节奏球低一点 找的不是特别好 我们看到刘四的勾的法球又直接得了一分 好球 就刚才我们看到刘四伯这般的正弧拉 爆发力突然性都非常强 落点也好 哦 这个装饰打得漂亮 所以打成这种状态的时候 应该双方来说都还差不多 现在刘四伯主要还是靠前三万里的变化 来争取主动 刚才我又查了一下刘四伯的今年成绩 因为他这个资料上有一点误差 这个现在我们查到的是刘四伯的今年获得是第一战公开赛 就是匈牙利也是在年初 就是第二战是斯洛文尼亚 他是获得第一战匈牙利和韩国战的女单冠军 哦 好球 但刘四伯他关键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就是在奥运之前 这个输给新加坡队 几乎是新加坡队输了一遍 这个团体赛的成员 你像冯天威啊 这几个人他都输了 还有下面的一个像孙贝贝啊 他好像也输了一场 就是不该输的球 在重要的大赛之前 你绝对不能输 特别是在中国队 是吧 你如果你多输一场 那有可能在竞争的时候 你就要排到后面去 对 好好球 哎呦 这是意义来球 插边 这个意识是对的 一定要把两边落点掉开一点 其实这个战术非常好 所以我讲乒乓球这项运动 就是要仔细观察 其实他这个一些细腻的东西 非常重要 其实刚才那个戳球 看似戳手 但是龙松那时候 我才看手能按劲 这种接触点 插着一下子 是吧 你可能就给对方的进攻 造成这个失误 他这个戳球 他不是送给对方打的 对对对 他这个戳到对方球台上呢 他这个球不往前走 是往回缩的 所以这个给进攻的人员来讲 就增加了难度 就是说你打这个球 你必须调整位置 你必须要赢钱 如果你站在原地 那么这个球就不够位置 就要打丢了 从第二季情况来看 现在是7比5 真正打到相持段里头 可能刘斯文还稍微下风一点 刘斯文的得几分 全是靠在前三板里头 发球接发球里头的 这个得分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前三板 目掌险 enough 是 тобしょ 它 физ会上の уров 由mont 中国公开赛是今年国际拼联的第11战比赛 前10战的比赛已经打完了 那么女子单打冠军 我们看第一战匈牙利是刘士文打冠军 第二战斯洛文尼亚是丁宁 第三战卡塔尔是陈梦获得冠军 第四战科威特是冯亚兰中国的小将 第五战西班牙公开赛是金锦娥 第六战智利金锦娥 第七战韩国公开赛刘士文 第八战中国公开赛上海这战是李小霞 第九战沈彦飞 巴西公开赛是金锦娥 我们看今年金锦娥作为一个老将 他在前十战里拿了三战 但是这三战中国队都没去 没错 包括日本公开赛选军 中国队也没选军 也没选军 因为中国队是参加了十战里的六战比赛 韩神导刘士文是不是比较内向的一个运动员 可以这么说吧 应该说他其实很聪明 有时候他比赛里头 因为按照他自身条件 像我们讲打攻球的 华丽拉反手 测试 漂亮 他的相识能力这么好 其实是难度非常大 因为他个子在那儿放 所以打两面反交的话 现在旋转速度这么强 力量这么大 他能够行成这样确实很不容易 说明他的手上功夫感觉 但是恰恰是有时候 像他这种打法 如果自己想法有时候扣多一点 或者有时候处理球保守一点 可能他的质量会下降 因为他毕竟他受自身的条件 主要是就是说他的个子矮小 那么他的质量一下降就不行 他必须快速凶狠 因为他个子小的话 他反手出不来的时候质量非常高 如果他反手出不来的时候 是吧 你就就就 就整个的 他的体系啊 他就差异很大 现在刘士文10比8 取得了第三局的胜利 现在是3比0领先于西班牙老将沈延飞 我们稍后呢 将继续回到中州的中国冰王球公开赛 过得了第三局的胜利 长相比分为3比0 请问您带来双方第四局 二老其实前三局老将沈延飞发挥的已经很出色了 是没错 出了第一局显得这个差一点 后其实后两局打的都不错 只不过是刘士文在关键球的把握上 比他更好一些 就我们和昨天李小战比 是开局打得非常好 送局也可以 就是到了委局 处理球 就像今天刘士文和沈延飞似的 昨天是沈延飞站的上方 今天是刘士文站的上方 但是这个关键球想处理好 说是特别难的 特别难的 所以我们讲有时候这两分 这个差距就大了 对 它是一种积累 一种自信 一种计战术的组织能力 对 你包括场上的这种气场 气势 胆量 方方面面综合 才能够凝聚这个短短的 委局的这两三分的关键球 现在沈延飞呢 他还是坚持正手的这种 连续的突击进攻 那刘士文现在他总能够化解 对 好球 我们讲啊 还是刘士文在前三板上 和昨天李小丹比就明显要高于李小丹 是吧 除了发球的变化得分以外 另外发球的抢攻的质量 也明显要高于昨天和李小丹 李小丹昨天是总是形成相持 相持 相持这个 然后呢 质量也不是太高 所以对方越打越顺 越打越顺 最后呢 就以这种速度压制住李小丹的一种旋转 应该这局刘士文开局打得非常好 4比1领先 4比1领先 went 去 好球 盘阶 哇 漂亮 你看沈云飞这个时候 他反手啊 他动作也很小 对 他打球挺逗的 我们感觉 动作 动作感觉挺机械 但是呢 他反反都在这个拍子的 其实你发现 他的反手有点像王楠 反手他那种丝啊 那种小蹭 还是不错的 挺快 但是没有王楠旋转那么强 但是他的速度还是有点 他就是说 他节奏蹭蹭蹭着你 这个球还是 确实打得很精彩 我们看到 沈云飞的发球 也加了一些长的了 是吧 刚才因为前面 他发短的效果不是太好 因为短 半出台 刘诗文能盯住拉 针发短的 刘诗文这把戳的话 他抢攻的也 也是不是很顺手 刘诗文在中国公开赛当中的第一轮 先是战胜了韩国的黄志娜 在八分之一决赛呢 在八分之一决赛呢 是战胜了 徐校园 也是韩国选手 争前四的时候 在昨天晚上 刘诗文是四比一 战胜了另外一个中国的新秀 朱宇玲 晋级到前四名 我们看到 诗言诗文又把逼分 追着上来 好 五六 像刘斯文这个戳球旋呢 明显是比较赚的 往往女运动员对于戳球都是忽略 在日常的训练当中 对于戳球训练的时候 觉得是在休息不是太重视 其实这个戳球在比较当中很重要 我就一板戳 比如说揭发球戳得好 随便你发什么球 上旋下旋侧旋转转一不转 我就一板側切 一板加转戳 就女运动员她这个力量就不像男子 男子运动员你一戳肯定暴冲 你不好防 但女子你要戳狠了戳转了 她真拉不起来 真拉不起来 没劲 其实你是谈到戳球问题 也是我们训练当中 也是运动员一个 就是就像你说 不是很重视 恰恰是戳球是比赛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对吧 你揭发球里头 好多球是用戳球开始 是吧 你打消球的话 你戳球戳得好 放的还放的好 你可能打消球的击战术变化也会很多 另外你戳球戳得好 让它能给你自己创造进攻的机会 遏制出对对手的强务 所以因为有很多原因 所以我们有运动员训练 练得图子痛快 过瘾 相似的时候觉得舒服过瘾 确实觉得比较单调 这样刘士文很顺利地拿下了这场半球赛 战胜了西班牙的沈彦飞 晋级到女子单打的决赛 14.0战胜牌是西班牙的勇决 是